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今天是读书会第六 第八集,第六集第八集 今天还是一样是讨论表单的部分 但是是讨论React Phone 那React Phone 这个算是NQ表单的一个特色 它让整个表单设计是 以程式面的角度去思考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 有多少可能有写过React Phone 在工作上面或者是自己的专案上面有写过React Phone 那如果有写过的话 应该写过之后就回不去Template Phone 因为它带来的方便性跟好处真的是 让人家,应该算是读评 意思是说它是NQ的表单读评 好,那它有哪些东西 基本元素跟Template Phone是一样的 它有Phone Control Phone Group 那它多了一个东西叫做Phone Array 那Phone Array的话 我们等一下在demo的时候会去介绍说 Phone Array的使用性进行 跟它的操作方式 好,那我们看一下文件的部分 它大概有哪些介绍 第一是 当然在使用React Phone的话 先必须注册一个React Phone Module 那它还是一样是从Angular Phone的这个位置来的 那注入方式就跟Template Phone一样是 就直接Input在Rose Module就可以了 那它基本上它就是那几个东西 让我们直接来看Core 好,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注射进来 它注射方式记得上就是跟Font Module一样 就是GF Phone 就是GF Phone 然后在Import的地方把它加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加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 先把它开到 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这边使用 它做法 我们先建一个表单好了 这边没什么太大差异 唯一的差异是 我们不需要在Input给它设定Name这些东西 记得在Template Phone的时候 它我们需要去加Name等于什么 然后再挂一个NG Model 就是在Real Phone不需要这样子 只需要给它Input Type 然后再给它 那我们先这样子一个空白的表单 好,那我们要怎么让它可以使用 首先是我们必须要给它设定一个Phone Group 那Phone Group完之后 当然我们这边需要给它一个Phone Control Net 这里的Phone Group就会相等同于 Amplified Driven的NG Phone 那NG Phone就是它会去创立一个所谓的最顶层的Phone Group 然后可是在Area Form 我们就不需要去做那件事情 我们就直接去设定说 OK,我这个表单 我的Phone Group是什么 就直接订一下它就好了 那既然我定一个Phone Data给它 那就表示说我的APP Component里面 我也需要去建立一个叫Phone Group的东西 那Phone Group它的来源是在 在Angular Forms里面的一个叫Phone Group 好,那我们相对我们把Phone Control一起带进来 好,建立完之后 这边 它这边会希望接什么东西 它希望接一个 一个Object 然后是KeyVolue Key 然后Volue型别是Ubstract Control 所以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这边是 就这样子 OK 那定义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使用 那我们要怎么看哪个值 我们就直接放Data.varu 那就可以了 所以在设 在设计 在设定表态的时候 其实上是非常快速的 就是 然后如果说 即使 页面改变的话 我们就重新再绑定 Phone Control Name Phone Control 对应的栏位是哪一个 就可以了 好 所以 这里 这里我们看到说 我们这边又是点Volue 那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直接操作 Phone Group 在线别 这上一礼拜 我们提到说 Phone Group 事实上它在API部分 提供很多方法可以使用 然后在Re-Add Phone 就是直接去操作那些方法 对 好 那 那Phone Array呢 在Re-Add Phone 它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Phone Array Phone Array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个阵列 好 那阵列里面可以包含 你是可以放多组的Phone Group 或多组的Phone Control 都可以 好 但是 可以是这样子的呈现 好 那既然它是Array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做新增移除 新增 移除的动作 可是在Phone Array的操作上面 还是有些微的不一样 把相对应的东西完成 好 假设说 好 我就必须要先指定一个Phone Array 再来 我先用 我先用Input好了 Div 然后我们的Input 就比照上面这个一样 但这里的比较特别是 我因为 我没有指定它的名称 我只知道它的Index 所以 在这里的行进 我就必须 Phone Control Name 使用Property Binding 然后将我的Index I 指定给它 这时候 我这个 Input 当我跑回旋这个Input 的话就会相对应 这个Phone Control Phone Array 里面的每一个物件 例如 以目前的案例来讲 它是Phone Control 那这里我另外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这边使用Item 这个Item 是不等于这个Item 的名称 这个Item 我必须要再多一个Gate 然后它是ReturnList.FormData.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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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个Gate来处理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 是只是方便 我在画面上面不用再写那么多 例如说 我不用再写Gate这样子 是为了避免少写这个动作 好 好 那这样一样是空的 那我来创建一些新的资料 比如说 ReturnList.FormData.Item 那我这边就会有 所以我当我打1,2 它就会跟着改 那我来设定多足一点 所以 这个就是 PhoneArray的基本用法 这是PhoneControl 那假设它是里面放一个PhoneGroup 那PhoneGroup的用法基本上 也跟这个差不多 只是差在于说 我们把它改成是PhoneGroup 好 那这边看起来会有问题吗 那我们这边要稍微调整一下 另外我这边必须要给它一个 PhoneGroupName 那既然是PhoneGroupName完之后 我这边当然是PhoneCtrlName 就可以回到我正常一般的使用方式 就是等同于这种的使用方式 那这样写完之后 那我这边就可以取到相对应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PhoneCtrl 怎么用回去NG4的方式 对啦 会吗 会错吗 会错 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形别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用NG4方式 把PhoneArray的里面的 不管是PhoneGroup 或者PhoneCtrl 把它印出来 但是就是 这边稍微调整一下就好 原理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是 我怎么去动态产生或移除呢 假设说我想要去 移除这个按钮 那因为我的方法 我来看一下它的PhoneArray方法有什么 PhoneArray方法要移除它必须要透过 例如说RemoveAt这个方法来移除 好 那在文件的最后面 也这边也提醒说 当你要新增移除Ctrl 从Array里面去新增移除 那个Ctrl的时候 建议使用Push Insert跟RemoveAt这个方法来操作 这是它建议的部分 好 所以移除的部分就是 我们需要传一个Index给它 那首先我们这Index已经取到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I传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I传进去就可以了 它就会移掉 OK 好 那我们来做新增 那新增部分怎样 新增部分就是 也很单纯 然后这边就直接 Add 那我直接在Add的方法 它是 一样是操作方式 但是 它是用Push的方式 就是它会放在最后面 那它还是 当然会有Insert Insert部分就是可以插入在中间 我们等一下再行 那Push的部分是怎样 因为我这边是接收 Groove的Array的话 我这边一样是要跟它一个 Push一个方式进去 那要知道我是Push进去 我给它预设指的是 Add 所以到I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Insert进去 就是Insert部分 那它有一个动作叫做Insert 那Insert需要什么 我需要 给它一个Index 那我们看一下API部分 Insert部分它有一个Index 然后放Ctrl 好 所以Insert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这个后面 例如说 我希望在这个的下面 按下加 在这个 或是点选加的下面 去新增东西 去新增东西 所以有几种做法 我可以把目前的东西放进来 然后List.Items.Insert 然后IDX加E 因为我要在下面 然后做法是一样 所以我要点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下面 然后移除 新增移除 新增移除 好 这个就是Fone Array的基本 基本操作 好 它就是有新增 插入跟移除的动作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假使我想要 让我的Fone Array全部清空 只留下一笔的时候 只留下一笔的时候 这时候又该怎么处理 因为记得在文件后面 它是希望使用 这三种方式来操作 所以 这里就可能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部分 例如说 我可以用Items.Length的方式去知道 说我目前这个Fone Array 里面有多少项目 那如果说它项目大于0的时候 我就是把第一个删掉 所以它会从这边开始一个一个删 在175大删的时候 会留下一个 好 所以我的按钮 这边就可以多一个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新增 新增 OK 到这边 针对Array的新增 新增 新增 移除 跟插入的动作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来再谈说 Fone Array到底还有什么 比较 因为我今天比较 Fox at Phone Array 原因是因为 在Rear Phone 在操作上面 Fone Array我认为 是比较treaty的 就是比较特殊的操作 那Fone Group Fone Control 那个就很单纯 那就是一个一个操作 操作方式跟Template的出击方式差不多 那我这边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讲Fone Array部分 那Fone Array部分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境是 当我做reset的行为的时候 还记得Fone Group在reset 它是看你塞什么值 它就会将你那个 里面的东西清掉 好 可是 在Fone Array它的reset行为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那大家说我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的reset 没有放任何值 所以按reset的时候 它会把 我里面的所有东西 全部塞成 node值 那还有什么方法 那我如果说不想那样子塞呢 它会坏掉 哦它正列 不好意思 OK 所以你的reset值 当然是可以给它正列 那你正列的时候 它就会 将值放在进去 但是它不会清掉里面的 既有的control 这个行为 我记得是跟Fone Group有点差异 Fone Group如果说你只reset的话 你里面的control会整个不见 我找一个来试试看 假如说我reset这个Fone Dat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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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整че 哎 他不会不见 它不会不见 提熙我记错了吗 这边请问我记错吗 Reset它就是看你里面是什么 它就递回式的呼叫里面的Reset 那是哪一个东西它会整个不见 不会不见 Ctrl不会不见 它只是纸的部分会不见而已 就Phone Glue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里面塞的是Phone Control 或是Phone Array的话 它就是递回式的去呼叫里面的 比如说Phone Control 它就呼叫自己Phone Control的那个Reset 所以那个Phone Control就会被Reset掉 所以它Ctrl不会不见就对了 不会 应该是说 我们通常期待是Phone Array 我们在Reset的时候 它会把应该是把整个Array清空 或者说我给你一个 我Reset的时候给你一个空的Array 我会期待说你用那个空的Array去取代掉 可是它实际上行为不是这样 就变成说你要自己一个一个三 所以就变成说操作Phone Array的时候会比较讨厌 OK 好 那就我记错 我怎么记得它有东西会不见 会不会是你有一些特殊的情境 因为我也是操作它是整个Phone Group的东西都消失 整个Phone Group都消失 但是我记错 那Reset它的行为的确是就是重置画面上面的东西 你Reset有给它指吗 没有没有没有给它指 那如果你给它一个空的物件 它会变成这样 我看了它是Reset 这是Array Array的Reset它 你也像刚才我这个操作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按Reset的话 它连Phone Array里面的Reset全部都吃掉 就换全部换掉 对 所以就像你讲的它是会 说下面诋毁式的去触发每一个的Reset 对 可是如果你是Reset给它一个空的物件呢 一样 那也不会不见 那就不确定 反正我也忘记什么情境 我在想想 因为我遇到它会发疯 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那个Reset跟 我把他搞错了 OK Reset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Page 设定Phone Group的方式有 设定Phone Group 就是P字设定Phone Group的指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叫做Reset 一个叫Page 但是Reset还会多做状态的恢复 那Page不会 Page只会针对指的改变吧 有SetValue跟PageValue 对 那SetValue跟PageValue 然后Reset的行为跟SetValue的行为是一样 只是说它会把状态恢复的 这是33个 那么一个看它的差异性下来 SetValue的话它是针对 它会针对整个状态的指去改变 所以说你可以设定直进去 然后参数的部分是设定它会触发一些 事件触发 那个Change detection要不要被触发到 那个是参数可以做设定 这个参数什么时候用到 假如说你的某一个Phone Control 有去绑定ValueChange的时间的时候 这个就很常会用到 就是不要让它去触发 我希望在某一个时间前统一触发就好 不然你每次改变值 它就触发一次跑不完 会出错 然后PageValue呢 PageValue的话它是这样子 它可以改部分的值 它就是Page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只改某部分的值 而PhoneRue的行为比较特别 然后如果是PhoneGroup的话 你可以只改变PhoneGroup某特定栏位的值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Second Page部分是插在这边 那Reset部分 Reset部分是将状态回复到 初始还没有处理的状态 然后就好像这边 就是在控制给它 它这边有个范例就是 如果要Reset值我需要指定1-2的资料给它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样子设定给它出时值 然后跟PageValue一样是 如果说是Disable的话 它还是也会显示出来 这个跟PhoneCtrl跟PhoneCtrl的取值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再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东西事实上 Update on这个项目在 它是设定你的PhoneCtrl、PhoneArray或PhoneGroup 在什么时间点要更新你的Model值 假如说预设上是Change 就是你打任何资料 你打任何情形的时候 它这边都会去做更新 可是当我将这个东西设定上去的时候 在打折当下我的Model是没有被改变的 直当我离开的时候它才会更新 这个是另外一种设定方式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必须透过RSS的Operators的帮助 来减少我的ModelChange的频率 所以这个地方是稍微留意 知道一下这是新的 那说近期的东西 它可以用在PhoneArray、PhoneGroup 或PhoneCtrl都可以 那PhoneArray 当然我们PhoneBuilder里面也会有Array的设定 也可以透过PhoneBuilder去设计 建构那个PhoneArray 那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那假设我这边有个PhoneBeta2 这边做法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我的PhoneBuilder在7点 我记得上一版吧 它也是提供了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它现在终于可以让我们这样做设定 以前这个是没有的 它现在可以这样设定的 所以这样子终于是两边都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到这边是 这边就是PhoneArray的操作方式 我们再往深一点来讲好了 假设 我想要去监控这个栏位的值的变化 那值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它有所谓的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ValueChange的事件 那我们可以透过ValueChange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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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式的事件来 去监听 去监听 某FoneControlFoneRray 或FoneGroup的值的变化 那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原封它属于 同步的行为 所以我可以直接是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可以直接是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就注册到 那但是这样子写法要留意的是 那即使我放预设值 那我是不会被触发 这个ValueChange的事件 直到我去做真正的变动 它才会出现 那因为这个关系 通常我们的这边的处理方式 会变得是 我们一开始不给预设值 一开始不给预设值 而是在 几个地方 一个是 一个是 是 有关系的 有关系 我现在用了 一开始 它没有input 不能跑 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让 因为我们这个设定时间点 这个是在ngr init之前 所以当我在ngr init做research的时候 我这个监听一定存在 所以它当然会看 可以收到我这个的值的变化 那接下来是observ 我这边就可以去做任何的 的那个rxs的应用 不管是你要整合 多个栏位的值的变化 去组出一个新的值 或怎么样的 都可以这样子出 所以boleChange在写readform的时候 其实用的还蛮多的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写readform很吃rxs的操作 这是这个几个主要原因 那这是ngr init 那我刚才有提到是ngr change ngr change是 当你input有值改变的时候 会去触发ngr change的事件 那是一种方法 那如果说你的input改成set跟get的方式写的话 那一样是可以写在那边 没有问题 那个就是一些 针对input的变化应用 我还要露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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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吗 这边 可是我们在验证的时候 我们会手动验证 可是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关掉之后 那我们就必须去执行update value and validate it 去让phone glue去做验证的行为 ok 因为这个 他这边的解释是 如果说把它关掉的话 这个update的部分就不会处理 除非你手动把它执行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方法是 手动去更新model的纸 没了 Refong基本上就这样子吧 他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要讲 各位有针对Refong有哪部分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因为其实Refong要看要吃情境 如果说有比较合适的情境写一次Refong会比较好感觉 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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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什么 我换一下我的set 例如说我的reset部分是这样 这样子 那我第57行 假如说我有三个 那我这边就要写三组 那是相对应的 好那reset是这样写 当然我的set 那你就不会去做那个把玩笑 新增reset 你后面没有对应到它就不会有 好,那我如果说是这样子 等一下 再去设定预设值吗 嗯 我会这样写就是如果说你是动态新增的当下 应该就会把预设值放进去了吧 如果说你是真的之后在做patch value的行为的话 那你应该也会知道它 我在位置吗,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OK,那我取到阵列的时候 看一下 那你现在在查 Oliver问的问题 phone array 你如果要做set 或patch value的时候 我自己的话 我会先抓出 那个 他的索引 或者是 想办法找出 他的那个 是 想办法从这个 正面里面找出 目标的位置 因为 通常会做 变化的时候 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从UI 那另外一个 也许是你的 商业逻辑的过程中 要做一些操作 那基本上 array顾名思义 你就是要找出 那一个目标物件 然后 对它去做patch 这样子 那patch跟set 刚刚也有 Kevin也有提到 一个是允许 不用所有的栏位都要 那另外一个是 你有哪些栏位 你就必须要满足 它的那个 value的栏位更新 的这两种 情境 那array的话 基本上是 跟 跟正列 的那个 索引 或者是 反正 就是那个 正列的一些 方法 方学那个 那个 真的 超级重要的 真的有空要去看一下 因为 那边你大概都 有一个观念之后 你接下来 想要怎么去 动态 对动态 新增的栏位 去做操作 其实会比较 得心因素 我这边有 稍微写了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点发率 可以取到 目前 这个form array 的所有值 那我 复制一份初 去针对 我想要改的东西 去修正 这时候我想针对 某部分 去做修正 然后 我比较好奇的是 我的patch value 到底要怎么写 因为你这样一提的话 我比较好奇 它的patch value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你要patch array 啊 因为我怎么patch中间那个字 感觉会扯到 用解构的方式吧 你patch的话你前面的东西还是要写啊 还是要留啊 你不能塞空摆给他 对啊 我大概讲一下我的情境吧 因为其实没有我不大事 我不是打算针对array本身 是针对 因为类似这样的需求就是 我在新增的时候我会去动态加这个array 所以他可能加了三笔 然后我在做编辑的时候 我还是要把这三笔载入进去 所以我没有 有什么方式可以从 phone的角度去把这三笔直接配置进去 OK所以你是编辑的角度去看吗 对 OK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先假设我有个资料叫做 你要出发reband的时候去耳声云啊 比如说这个嘛 对不对 假如说我有这三笔嘛 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创造出这些东西 是吧 是那在23行那边的三笔就是空 就是那个阵列纯粹只是一个阵列 是动态 这个时候是还没新增 OK好 那我们来写写看 那我好奇是如果说我这样子直接把他放进来 还会长什么样子 那一行错了 他应该不允许我这样用吧 嗯 等一下 那他不允许我这样做 那表示说我这边要先给他基本型嘛 然后items 然后我们在这边 items没有出来 那就表示说我需要手动将 将那个塞进去嘛对不对 所以说我知道我的items有多少个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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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是不是張錯 正式一樣那邊 我부取由不好意思 因為31行那邊,中花不是代表狂措嗎? 所以我這邊塞進來的紙就會有問題,因為 這個就會有問題嘛,對不對? 然後,所以說 沒有address 等一下,我是phone group 等一下,我這個是這樣子,不好意思 所以,難怪他跟我在抱怨說 有問題 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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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要先清空 對嘛 要先清空之後你採人鍵 不然他還是會保留在 是 所以你搞不好你之前還先得做這件事情 對 這個也有做 不然他還會一直往後面push 對 所以你還是得先做這件事情 你有可能會 那你有可能會造成說 我每次進來push 越push越多 那你也不可以單純重新 assign一個給他 因為你只是把舊的拔掉 可是舊的還活著 如果說我們在items上面有在掛什麼observable的監聽的時候 你把它換掉原本舊的那個還活著 它不會消失 ok 所以卻能夠okobservable 就是我們不能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不能說 做這件事情 ok 做這件事情會有問題 就是你舊 你雖然換成新的 但是你舊的那個還活著 那個監聽都還在 對 ok 就是這點比較 所以我說風和瑞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在這裡 你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把它的東西拿掉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最後面想說你就必須透過這個方法來操作它 對 對 對 所以 那更謝謝 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這個問題其實也是 也是一個好問題 就是 就是 在建立 reals form的那個資料結構的時候 我們搞不好是先把結構建立完 我們先不要放紙 結構建立完之後 再用 再用 那三個 set value 或者page value 的reset方式 把紙再塞進去 我們先把 把結構做完再塞紙進去就好了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是確定的嘛 可是如果說是 沒有風和瑞只是封鍋跟封control 讓我們直接 屢射進去 我記得就ok了 嗎 沒有還是要建立了 還是得做這件事情 欸我很好奇 如果超過的話怎麼樣 他不會先建 他 他不會理他 他應該不會理他 他不會理他 他就只是 沒有資料 他就 這個就 沒有欄位可以放 所以他還是維持這個結構 先把結構做出來之後再放那個就好 好 封 封耳瑞如果remove掉 subscribe還會在嗎 封耳瑞 remove掉 你說 嗯 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他的item 他的item 如果他的item已經被remove了 那他的那個監聽 還有在嗎 你是array 本體還是裡面的內容 裡面的內容 裡面的內容 我們來試一下 我也不知道 哼哼哼 請教我想一下怎麼試 這樣子好了 譬如說我去建立一個 這樣子嘛 然後glow.8.0 changes 對吧 所以當我新增這個時候 好 這不要 剛才不對 嗯 我看不到那個東西耶 因為他被移除掉的話我們就沒辦法去也不會去觸發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要怎麼知道他有多少個 提起有什麼想法嗎 基本上是 我覺得他應該是活著啦 基本上你要測是 大概是沒辦法測啦 因為我剛想了一下你是沒辦法測他 但是 從 邏輯上來看的話 我推測他那一步應該是 有一個subject去記錄他的狀態 那subject經過subscribe之後 他是一個無限的 事件序列 我跟你講 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來看sauce call 我們來看sauce call 對啊 這只能去看原始 但是基本上從他 你合理的推理的話 基本上他裡面一定是放一個subject 來處理這個 這個紀錄他的狀態 應該是 你可能要看extract control 因為他的value chain是在extract control 對啊 可是 我先把 我先把 這個 我先把